邱松團,哲偉,專案名稱是公民科技專案與社群手冊 大家好,我是哲偉,代表邱松團來跟大家分享GNV的公民科技專案跟社群手冊 這個專案也從去年度開始,從中文版跟大家來徵集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Handbook把過往的一些推動社群也好 甚至去發起專案的經驗做一些會整的話,大家會期待有什麼內容 透過共筆的方式陸陸續續的把內容產出 進一步再把它變成有點像是Handbook的章節化架構 我們今天這一次也想分享這個專案的成果 這個成果先預告一下,今年度8月份在橫濱會有一個FTO 叫做Facely Ocean的黑客松 那是由日本、韓國跟台灣的公民科技 或者是一般的公民貢獻者一起來組成了一個黑客松在橫濱 那我們也會預計會在那一天去把這個日文版的這個Handbook把它翻譯出來 甚至印出來給熟悉日文的朋友來參考 那我就藉著這個一份簡報來說明一下這本手冊 那如果今天你要翻閱這本手冊的話 其實在外面你也可以看得到紙本的英文版手冊 那當然線上版的中文跟英文版都有 所以一種是你可以下載PDF的方式 或者說你可以直接用一個網頁式的瀏覽來瀏覽這整本的Handbook部分 那這個也是感謝contributor手冊的貢獻者們 這邊可以看到大概從去年度開始 那另外還有一些單位他也認為這個事情蠻重要的 所以他有贊助這個手冊的部分 像NDI這個國際的組織 那我們過程的歷程就從去年的四月 大概也算一年前了 四月的黑客松提案 然後接下來不管我們在苗栗的一個小的黑客松活動 甚至在清邁的國際的交流場合 我們是在推廣這樣的事情 那那時候就會問問看其他國家朋友 對這樣的一個議題他好奇的是什麼 我們就會收集到讀者也會想要聽到的內容 後來在紀州島、台中、台北 甚至Yisabel在聯合國的網路治理論壇 也分享這個手冊跟社群的一些經驗 也有些回饋跟回饗 那今天的SAMI也有再進行一次 我們邀請日本跟韓國的成員一起來分享 那接下來應該在日文版之間平行來說 我們也會再增加我們前往柏林的分享活動 因為待會兒會介紹這本手冊目前涵蓋的內容 還沒有到歐洲的經驗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手冊架構 你會看到Chapter 1、2、3或到4、5等等的 那主要針對的是上面的標頭有一些議題 例如說公民科技的社群 那是怎麼運作的 那到底是怎麼開始 所以我們就有回顧從2012年 那軍運社群怎麼樣開始有一些活動 甚至變成線上線下的一個虛實整合 另外就是針對目前12年前 那現在12年的參與者都越來越年長了 那所以面向比較在高中、國中的參與者 有沒有什麼管道或機制讓他參與到社群 另外針對專案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像今天就有15個提案 甚至待會兒還有一些中國報告 所以做專案我想是大家來黑客的時候 滿一個起心動念的動機 所以我們就回顧了一些成型的專案 他們在整個專案的歷程上 有沒有什麼階段或者一些指引 我們就怎麼發起一個專案 也是一個手冊想要介紹給大家 另外就是在東亞跟南亞的 各國的公民科技的經驗 有一些的國家他也遇到一些議題 或者他有什麼樣的做法 或者他遇到什麼困難 那我會在第四節就是英泰這邊 像當地政府有沒有什麼 對於公民科技的議題 是有加分或者是一個阻力 這都在章節裡面有描述 那我今天想特別針對是chapter 3的部分 就是發起專案的部分 所以這一本在外面是有英文版的實體手冊 所以你要看中文版、英文版的話 都可以在線上去取用 這邊簡單看一下chapter 1的部分 可能會是一個社群的一個概論 就是社群怎麼運作 比如說黑客送的活動 或G&B的行為守則 另外就是如果今天要在 譜裡發起一個 不一定要叫決定 也可以叫其他名字 想要形成這樣子一個協作的社群 那怎麼做 或許有階段可以來回顧 好 那我們就直接跳到專案的部分 chapter 3的針對就是做專案 所以3-1就是一個很明確 如何發起一個專案 那細節當然我就不會一一介紹 不過我想這邊分享一個 後來我們追納一個 有點像這個提檢表 所以一個專案呢 它可能還是有一個階段 比如說第一大類階段 這不一定很嚴謹 但是它總是一個議題探討 跟可行性評估的一個階段 可能是一個idea 但是到底要做什麼 還目標沒有那麼明確 但它已經可以來提案了 因為你提案才會知道 大家原來這位提案者 他關心這個議題 那不同的朋友 他就可以貢獻一些 他知道的 或者他覺得怎麼做 那議題的探討 越來越有聚焦 或者說評估這樣 因為我們這樣只有兩三位工程師 那我們總不能把目標定太大 所以慢慢收斂到可行性的評估 接下來既然有可行性的評估 表示說那個藍圖大概已經可以勾勒出來 有了藍圖在進行工作的架構 甚至是開工 或者是把它實作出來 那接下來到了比較中長期的微韻 例如說像Cofax 它已經把關鍵的功能都做完 那怎麼樣續航 讓更多的查證者參與 這很多有些學問在裡面 所以橫軸這邊有三個大階段 垂直的部分人員 也是我們觀察到GP社群專案裡面 好像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辨認一下 第一個是提案人 第二個是坑主跟核心團隊 有些提案人已經不見了 當年可能是他提案 但是他沒有真的來做這個專案 但是他的提案讓某一些 覺得這個專案很重要 或者議題很重要的人 變成坑主或核心團隊 那持續貢獻者 就是說他還是定期會來幫忙修改程式 或者來貢獻一些文案的撰寫 還有一種叫做佛系的隨緣貢獻者 例如說我們之前有做個政治獻金 要把這個紙本的資料 key成數位化的文字 這個只要網路上願意花一點點小時間 幫忙key個文字 他就可以參與 他不一定一定要聽過GP要做什麼 或者甚至聽過專案的坑主介紹 他其實只要有一個 Cross-sourcing的一個機制 他就可以來幫忙 所以也有一些類別的專案 是探討這個部分 所以看起來這四大類 會組成不太一樣的專案類型 那在不同的階段 你會看到有藍底色的 可以先聚焦的區塊 當然比較聚焦就是 議題探討跟可行性評估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就是提案人 跟比較核心想要貢獻的朋友 就要多多的去探討了 那接下來有了藍圖 或有了架構就會切開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網頁 那當然如果有專案技能的朋友 就可以進到這個持續貢獻層的角色 來做貢獻 那我們這樣的經驗是 曾經在一個所謂的坑主小聚 就是我們來問問看這些 等一下 所以 好 那所以就是我們這個經驗 在手冊上 大家可以再多了解一下 那我們甚至還提檢表 就把這個專案 我們回顧一下 12年前它是怎麼參與的 它有什麼特點 這些大家都可以來做參考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那今天的短獎 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 待會兒 待會兒